这是火爆 然后我们刚一走 春春刚一走 就会有人来 李宇春住哪个房间 我要进那个房间 唯一的条件是 不要打扫卫生 这么大就发 不是 他就说唯一的条件 让我打扫卫生 也差不多 也真的也差不多 结果逼在春春 每次退跑的时候 自己把卫生都打扫干净 讲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 每次住完酒店之后 自己打扫卫生 这没有办法 大家对他太爱了 真的 你看刚刚结束的演唱会是 Why me Why me好像是跟大家的一个 一个约定吧 已经是有九年时间了 今年第九年 对 九年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 要做Why me这个词 为什么要做Why me Why me 其实我就是 小王 我跟男嘉宾是这样的一个节目 其实当时也会有很多的人喜欢 包括也有很多人会提出质疑的声音 对 其实我自己当时也很想问 为什么是我 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李雨春 其实我自己当时也很想问说为什么是我 一方面它是一个问号 就是结尾是一个问号 我会问我自己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也是鼓励我的一个 一个前进的动力 我会在他后面有的时候会是一个感叹 为什么是我 我会努力这样来证明自己 很了不起 我觉得 真正之所以第十个年头 依然会有这么大的成绩 跟十年之前对自己的那一次内心的扣问 是有绝对大的关系的 而且十年来 每年都在问自己 Why me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问自己这个问题 很多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有了闪耀光芒的人 都觉得总算是我了 对 应该是我了 而且人家常说 你要把一桶水倒进去之前 你要先把那个桶子里面的水先倒 倒出来才倒得进去 这种感觉就好像君子的好友是竹子一样 对 很空 对 虚心 虚心 很虚心 虚心接受 对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办了几个城市之前有 北京 上海 广州 南京 沈阵 沈阳 沈阳 大连 请问第十段在哪里 第十段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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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一问第十场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刚才从这个喊声当中 已经听出了全国三立几个声 都有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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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九年来 YMI这个演唱会都是她四十八 全都自己操刀 第十战 这是一个让我感到非常头疼的问题 别疼疼 你就晕晕的决定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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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很多朋友会说长沙 没场馆啊 有说长天啊 对啊 长沙 没场馆 就是 要不然我们帮他出一个计策好了 你说蒙眼射飞镖 射到哪个程序 射射长沙的地图 对啊 射新开铺 然后新开铺 对我们这个马兰山 射到马兰山是最好的 那我们刚才说你这个演唱会都是自己操刀 为什么你不相信你的团队还是 也没有 其实第一年做YMI的时候 并没有想过说 它真的可以成为一个个人品牌的一个演唱会 第一年是一个就是感谢歌迷 就是不卖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小型音乐会 我是希望可以把我自己就是喜欢的一些音乐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不插电的音乐会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结果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 去做的一个小型的音乐会 大家非常喜欢 对 所以后来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又尝试说再做了一场在北京做的 结果也是很多人就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当时 当时这个音乐会的场馆是挑的比较小型的嘛 所以有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后来就渐渐的就 把它做得越来越大了 越做越大 对 其实这件事情是对的 因为像这个国际剧情 像Michael Jackson 我们有看过他 他最后一部那个纪录片的电影 他其实所有的灯光音响 然后跟所有的细节 他就会讲说 我这边要停一下 他会这么说话 我直接翻成中文 他会说 然后他会说 他这边停的时候 然后那个乐手不要太快就进歌 他说我这里要让他们尖叫 然后就停五分钟再开始下歌 停那么久 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歌手自己掌控的 对 那你会不会第一能想自己掌控这个舞台 第二你会不会自己对很多东西有一些 类似于小小的强迫症啊 就一定会 追求完美 追求完美 追求细节 当然会了 你厉害的什么事情 很强迫症表现在 什么演唱会 其实从灯光舞美 然后舞美图当时要出很多很多稿的时候开始 我就会一直参与在里面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广州的演唱会上面 广州的YD演唱会 我是从天而正的 然后他前面有一块布 有一块木 然后我其实已经就是在空中 然后等那个木一落下来 我就应该要这样 大概哇 然后我就降下来了 结果 结果叫哇 结果了半天 对 彩排的时候都OK 结果这次演出的时候 灯光师太紧张 然后我在空中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灯直接打到那个木上 一个剪影 在等于上面 其实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 对 而且你就可能这次还剪影当中 还在整理发型呢 对 然后其实一般这个时候演出歌手呢 会比较重视自己演唱的部分 对 比如说我当时还是一个导演的心态 然后在上面掉着的时候 他在悬后呢 你死了 结果呢 他现在呢 还好啦 就是当时那个心理 证明说自己真的管很多 我跟你讲 他这个心态就像现在我的心态一样 对 一方面是主持人 对 另一方面是制片人 当我每次跟导演打这个快进手势的时候 他们没看到我的手的时候 我心里想的也是这三个字 你死了 是一样的这种心态 一样 他操心特别多我们来上台一下 是 但他春春绝对是一个 应该是有属于那种 强迫症的戏剧的空 表现在哪里 你会 你看风哥他有一个强迫症 他的手机如果摆在桌子上 对 他一定要把手机跟那个桌子的边缘 哎 风哥这段是手机 桌子上一满个东西 全都是白白整整的 一定怕是垃圾 对 什么垃圾 手机这种 你有强迫症吗 我有一点 比如说 就 你这样子不像有强迫症 我有我有 我的强迫症 哎我暂时想不起来 你强迫一下 对对对 你有 他没有强迫症 我基本没有强迫症 太随意了 我有 比如说 我的手机上的这个APP 嗯 他常常会提醒你要更新了 对 所以显示提示1啊2啊 对 我一定会去点它 并且一定会更新 有好几次 我就会把自己的手机更新的 别的系统还没有跟上 然后其实很多不方便 用不了 但下次 下次还是一定会更新 还要更新 这是一个多好的APP用户啊 真的 对 只要你提示他 你的音乐就忍受不了啊 忍受不了就出现那种红的那种 那讯息呢 讯息有时候会 会旁边有个1啊2啊 那种红色的那个 也会是吧 也会点 也会点 赶快点 对 那微信 你先说好像那个 自己在那个头上 扎了个那个1 2 受不了 受完人了 哇 我被骗了 我受不了 就是逼死强迫症嘛 没有 见到那样的人 直接把他拉黑嘛 特别讨厌啊 然后他比如说他出门开车 必须要车里面加满油 这个必须要满 是因为怕嘛 我会一直 其实也不是怕 但是我会一直看那个油表 那个指针一定要在最少 是 因为如果没有油 他又要亮灯了 你又按不掉 没有你不能说 对 他为什么不是处人 那个不是处人 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 他在练鼓 然后我们有 我们应该是之前去美国演出的时候 你就在那练鼓了 春春练鼓的时候 只算是一个人在家 他也要穿正装 真的假的 对 为什么呢 穿这样 我觉得就是穿一套睡衣啊 或者是穿得很 很 邋遢 T恤啊什么的 就好像没有那个 那个敬畏心 仪式感 我也有这种强迫症 是吗 对 就是说 当你对一个东西很在意的时候 你要穿得好好的去面对它 要不然你会对这个东西不尊重 像我以前去买车的时候 因为是我存了好久的钱 终于要买一辆车了 对 然后我就想说不能穿短裤嘛 对 然后我就穿着西装打领带 穿着裙子 对 没有 穿皮鞋 来打两口 就走进那个要卖车的地方 可是我看其他买车的都是穿短裤脱鞋 然后我一走进去警卫说 对不起先生 你是来干嘛的 我们这里不接受推销 我说我是来买车的 他就在外面 对 人的内心是有敬畏心的 对 而且像他这样子 其实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在这个朋友圈里面 如果看谁发什么东西 一旦有错别字 我一定要跟他发个信息过去 揪错 真的啊 对不起 那个字有可能不对 错了 所以别人有可能会觉得 你会不会这样 会 我连标点符号都管 真的 你会不会看到哪个朋友 发个朋友圈标点符号没打好 内心蹦出三个字 你死了 发给你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一段文字 让他挑一下错别字 来 好的 好的 来 春春你挑一下错别字 我们这里有 这不是烤他的知识吗 好 绝对 来 你看这个 好 太远了 来 放侧面 放侧面 因为反正大屏幕上有 对 我们有笔吗 我们有笔吗 审讯中 对 他放是笔 这个地方你们连笔都不放 你死了 还往上面扔 你死了 来 就这里来挑一下 看看里面有多少个错别字 这个字 是一个错字 对 这是一个最大的错字 错字 错字 继续往后看 这有点像汉字提写大会了 大家都来帮帮忙 这是个错字 修成路 修成路 你就点一下吧 这个 画个圈 画个圈 穿 画的不圆 也是 穿 我的天哪 这个脑不对吗 你的脑是这个脑 我下面是 诗而汉流夹背 夹 夹 夹子应该是 丹盐水 配合得好好 有名真好 诗而口若悬河 口若悬河 口若悬河 其实如果 从别字来说这个算是 但是口若悬河跟口若悬河 它所表达的意思 意思没有大问题 但是我们约定俗成 就是那个词它是口若悬河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个别字 诗而张口结舌 结 结 完 好 不愧是你的粉丝 诗而庞震我已 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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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而委屈求全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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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dire 和这个国的曲 文区的曲 看一个代表呢 天赛导再说 文区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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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区的囡区 文区 Challoc 文区的曲 你的曲 文区的曲 文区 votes 文区ере 假 別充足精采的種種濟囊 濟 玉米都好有文化 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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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根結底 歸根結底 還是法網難逃 秋有自取 油 油 好 我們接下來看這句答案 我看看玉米的選擇 是一顆星 對 全對了 有個星 等一下 別出星才是星 是不是 你們把它放過去了 沒有 沒有 你們說了 對不起 我們沒聽基因說 我們暈暈的 我們暈暈的就把這套題目做完了 秋秋你看 你對這些東西都非常非常的注意 你看 所以作詞作曲有時候 也會完全的參與 糾結 也是強迫 強迫到什麼 一個字 對 一個字 對 一個字 大概會糾結多久 一首歌的歌詞 有的時候寫得很快 但是呢 往往有的時候 在一個字上面會卡很久 嗯 嗯 我這一次的 像 1987 我們只會遇見你這首歌裡也就有一個字 嗯 嗯 就是那句歌詞叫做 當作當作 我們還會不會把野草 當作玫瑰 其實是想表達說 走走走走 可能年少的時候的一種浪漫 嗯 可能把野草以後當作玫瑰 這樣來 來表達 屁股已經不是我的屁股了 不是當時我在錄音的時候 第一晚錄音的時候 我也是有 就唱的是 我們還會不會把野草當成玫瑰 嗯 嗯 我在 因為這首歌是整張專輯最後一首錄音 完成的歌曲 真的真的 所以 我當時很開心說整張專輯結束了 有一個字寫過來了 可以死活活了 休息 對 然後 後來我在第二天飛上海的時候 我就聽了兩個小時 在飛機上聽了兩個小時 這首錄的小樣 然後 小樣 總覺得不舒服 拿挺爛一點兒 對 因為我覺得 把野草當成玫瑰 可以有另外一種理解 除了我想要表達的那個理解 另外一種理解就是 老眼昏花 把她當成了玫瑰 這個看著她說是沒錯的 她說老眼昏花 就是看我的那種眼神 特別的 特別的 老眼昏花 那後來什麼 所以我就不希望 她有這樣的一個奇異 我就想 想了很久 她一定要改成當作 對 然後想了當作以後 好 這一題已經解決了 嗯 那到底是哪一個座呢 然後就開始想第二題 到底是作業的座 還是做家務的座 還是做家務的座 還是做的座 哦 那個是 你是做的玫瑰上是吧 嗯 把你扎著你 想了很久 當做的座就是 做家務的座的話 它還是當成的意思 對 嗯 如果是做業的座呢 它就有把這個東西 看作另外一種東西的意思 就糾結了很久 然後 後來飛機到了上海 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用飛回車 跟我頂張機卡 我會飛回去 對 然後再一箱一箱 必須得在飛機上 強迫症 必須得在飛機上強迫症 對 聽歌的人的一句 哎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細節嗎 細節 每年的演唱會都有一些 特別的設計 今年的演唱會 我們看一下 八米的紅群 哇 漂亮 最近好像 好像蠻喜歡這種 裙裝 很期待 哇 你看 好看 很好看 對 怎麼會一下子就很喜歡 裙裝 小時候會不會喜歡穿 小時候 小時候 小時候好像 一條杆 這是一年結束的 我都自己都不記得 對 一年 我一年級都有植物了 你的一道杆 一道杆 小飛腳 我後來就把它死掉了 死掉了 死掉了 覺得自己不可能做表率 對 搭了一道杆 其實春春真的是 就是 在我們看來 就 它是國際時尚界的新城 對 好多人都特別特別喜歡 它一些時尚界的大拿 對 我們看一些它的那種 非常漂亮的 包括在 的電影界 這個我喜歡 這個我特別喜歡 這個我 這個很好看 這個也很好看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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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棒 這個超適合她 對 對 第三歲 大腸腿 對 剛才昨天都在喊大腸腿 大腸腿 對 大腸腿 對 在2012年演唱會的服裝是 這個 這個 高梯燕 高梯燕 他是繼這個 哥哥張光榮之後 又一次破例為這個 亞洲的 哇 這也是這次的服裝 好漂亮 好漂亮 對 對 包括一些演唱會的創意總監 都是非常非常棒 他們都打造過很多 國際的巨星 瑪丹娜 妮妮 瑪丹 圈圈妳有沒有自己想過 為什麼他們會 這麼喜歡妳 我覺得不單單是不巧 對 不僅僅是 人格魅力 人格魅力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摩 其實也在問歪名 摩登氣質 也會 但是我知道他們有一個特點 我是知道的 為什麼 好像 長得高 外國人我比較喜歡方臉 這其實是 在美國 歐美那邊真的是 方臉是一個財服的一個臉 象徵是吧 所以說小五 你 你瓜絲臉算什麼 所有沒錢 你像我們這種 我們方臉的時代到了 對 方臉 你不算方臉 你算是大臉 你算大而已 臉大不算方臉 不要這樣講 她是丟臉 對 其實在今年的演唱會當中 春春做了一件 可以說是行為藝術的一件事情 特別浪漫 就是跟粉絲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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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會不會有人會 流淚 有 酷色 好酷 其實當時也 也快繃不住了 因為 有很多 雖然我交不住名字 但是 就是陪伴了很多年 看到會很面熟的人 然後 你其實可以感覺到 他的一些變化 對 在那樣的一個安靜的一個空間裡面 大家彼此的 看著彼此 我覺得那種感動是 是不一樣的 而且沒有任何的這個紛擾 對 其實我之所以說 他是一個行為藝術師 之前有一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一個行為藝術家 也做過這樣的一個事情 在一個很大的博物館 然後最後上來的那一位 是他十幾年前 跟他一起做行為藝術的 他當時的那個愛 白髮蒼蒼的一個男人 上來了以後 跟他隔著很長的桌子 凝視了一段時間 然後彼此都哭了 然後那個男人就走了 又是十年不見 我浪漫了 對 我說起來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我們今天現場 有沒有哪一位玉米 上台跟春春 凝視一下 凝視一分鐘好不好 然後我們非常非常的安靜 在天天向上的節目現場 記住我們浪漫的一段 好不好 我們還有一個提議 一個提議 哪一位 那個因為這個後排的 對 都比較難一點 對 他們比較難 我們選後排好不好 拋棄 對 看心兄你來幫春春選一位 春春選吧 春春她來選了吧 我們來選吧 我們來選吧 我們就選那個 坐在那個 走道上的那位女孩子好不好 就你就你 灰色衣服對 對 就你吧 因為她連一個 屬於她的座位都沒有 喜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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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鹅就是孤立她的意思 喜鹅就是孤立她的意思 太羨慕了吧 太羨慕了吧 就很羨慕 她還沒黏吃她就哭了 你要撐住 撐住 先不要撐住 忍耐我們先來訪問一下 孤立 到這裡來 對 到我這邊來 到這裡來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黃明 哪裡人 黃明 武漢來過 武漢過來的 喜歡春春多長時間了 十連了 從她的畫裡面我們可以看看 她真的是武漢 十連了 十連了 還能摸走十連 十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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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你跟春春在天天相當的舞台上 對視一分鐘 現在我們很安靜 還自費紙巾 預備 對 來 預備 開始 太久了吧 不要笑嘴 不要眨眼睛 不尷尬嗎 不尷尬嗎 你找我 水要哭了 沒有那個氣氛在 你記住了嗎 還要 還有百分之 不要眨著 這在這地點 好 還要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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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为你 等会儿看完就斗鸡了 三 二 一 快走 Luna 这一分钟什么感觉 为你 很长 很慢 她等待这一分钟的时间 太漫长了 等待这一分钟的时间 太漫长了 但我想这个漫长 应该也充满了 她这一生当中 最幸福的这一分钟 你会突然想到 就是当时张鸿 还有这个梁朝伟 他们一起演的一个电影 叫做《阿飞正传》 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桥段 对 说你看着我的手表一分钟 对张曼玉孩对谁说 她看完了以后 在这个世界上 你和我曾经拥有过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一分钟 而且刚才一瞬间 我从我这个角度过去 两个人的平行角 在最后那位摄影师的 T恤上面出现了一个答案 来 你出来一个 你的T恤 出来一个 出来一个 大慈悲 刚好就是那个 快乐 大慈悲 对 因为死本身的意义 就是给人快乐 悲的意义就是拔除别人的痛苦 我相信春春这十年之间 真的就是 给了很多很多人 就是逃离痛苦 然后获得欢乐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啊 刚好就印证了三个字 大慈悲 谢谢你 谢谢 永远记住这一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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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个手呢 握个手呢 起 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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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刚才误会了 握个手 欧迪是让你跟她握个手 跟我握个手 站住 站住 站住